对牛弹琴 古时候有一位著名的音乐家 名叫龚明怡 他既能做曲又能演奏 琴弹得非常好 龚明怡弹的曲子优美动听 很多人都喜欢听他弹琴 大家都很尊重他 有一天龚明怡来到郊外游玩 春风徐徐地吹着 杨柳树的树枝轻轻地浮动着 一条老牛正在草地上低头吃草 龚明怡心想 让我来给老牛弹一首曲子吧 他摆上琴 拨动琴弦弹了起来 可是老牛在那里无动于衷 还是低头一心一意地吃着草 龚明怡想 这首曲子可能太高雅了 老牛听不懂 让我来给他弹一首小曲吧 可是小曲弹了半天 老牛仍然毫无反应 还是悠闲地在那里吃着草 龚明怡见自己弹的小曲 得不到老牛的心上 就拿全部本领弹起最拿手的曲子 老牛的尾巴甩来甩去 赶着牛营 还是低着头在那里吃草 最后老牛慢悠悠地走了 换个地方吃草去了 龚明怡给老牛弹了很长时间的琴 而老牛却始终无动于衷 他很失望 最后也只好叹口气 抱着琴回家去了 成语对牛弹琴 用来比喻对不懂道理的人 讲道理是白费口舌 也常常用来讥笑 说话不看对象的人